滑手机 玩游戏 电力一下就耗尽 拿出行动电源来救急 不过市面上款式白白种 价格从400到2000元不等 你会怎么挑呢 看哪个充电会比较快吧 我觉得在数字越大越好 因为这样可以充比较久 数字越大相对体积重量跟着增加 回充时间久 携带也较不方便 一般来说电池容量在5000到6000毫安时即可 只是根据手机厂牌不同 充电次数也有些微差距 大家会考虑比较薄型的像这一个系列 所定说是有台湾的品牌 或者说有日本的电池锐 好的行动电源设计的零件 可能会有过冲 温度控制 甚至于对于所谓的电池芯也会有控制 最好是有印说我有保固 第二个 它有过台湾认证的BSMI 第三个 它愿意把一些保护的装置写上来 调打厂牌看好认证 更要注意使用习惯 避免放在太潮湿高温环境 或曾经重衰 强烈晃动 都会导致主机板与锂电池之间短路 即使静置在一旁也有爆炸自然风险 你今天在充手机的时候 你觉得你行动电源有点烫 那表示你主机板那边可能快要 寿命已经快要到了 还有就是你觉得行动电源 好像锂电池那边有点膨胀的情形 那这表示说它的这个行动电源 其实寿命已经差不多了 边讲电话边充电一样会缩短行动电源寿命 专家建议超过一年以上就要太患 否则主机板太过老旧隐藏危机 大家喜欢周前万江红特别报道